你感觉就是一只小鸟 我的日期 çeken 都有那种过节的气 yerde 有没有看到的 但是因为我之前不是染过红色 所以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红色在里面 我觉得洗洗rove 好看 可爱 所以问题来了 我不应该怎么吃掉它呢 好好哦 原来是这么轻松就能拿下来啊 哦 它这个调时间的 哦 熊头掉了 好残忍啊 哈喽大家 今天我要开期我的假期了 我今天是先飞去周二转机晚上的航班再飞去LA 上一次从国内飞国际航班得是四年之前了吧 所以我今天早上现在送我上车的时候突然间有种老父亲 送我去留学的感觉 这也是天还没有亮就是那种蒙蒙亮的时候 每次之前回温和华的时候都是这个点的航班 拿走了 我看了一个小东西 哦 你从这儿进 这是咱们俩在一起只有分开的最长的一次 说不得你 没事 不是见不着很快的 二天很快的 你可能玩开心了就好好忘了 哈哈哈 ok enjoy 拜拜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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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来吃费碟 我真的是心心念念他们家的这个饺子 真的是很钟情费碟呐 吃的都是回忆 好吗 每次都点不辣的香辣牛肉锅 还有我的标配古早红茶 还有最喜欢吃他们的这个酱 这个必须给李子看一张照片 想想还有什么必吃的 豆腐锅得吃 豆腐锅得吃 看这很鲜的那个味道 点了Omomo 结束我们今天的一天 点了一个他们这个招牌的抹茶 还有一个Taro Taro 但是我想回家再喝 因为我现在就整个身体很不舒适 就是你知道现在不是正好国内早上的时间吗 我现在晚上吃完饭就是有点就是那种早上起来很难受的感觉 我感觉是挺浓郁的 但是这个椰果和芋头混在一起 我自己觉得有点奇怪 还是这个好喝 只有一天结束了 我下次点个三分堂 里面像有蛋糕一样 很浓郁 好喝好喝 还是这个好喝 早晨好 今天又是五点多 快六点又醒了 我真的太喜欢我导师家时候的生活作息了 真的太健康了 晚上七八点就困得不行 然后早上起来五六点就醒 我的一滴脸我开始了 给Herry打个电话 剪的毛也太好了 这么看 闻到他身上那个洗完澡的那个香香的味道了 世家的狗那么可爱呀 天头 天头 你知道现在晚上然后他的眼睛会放那个红光吗 他像一个小妖精一样 我昨天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 而且我昨天超级幸运 就是买的衣服都物美价廉的 然后每次还都能赶上大折 应该今天终于能晴天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拍拍照片 去海边走一走 这三两天我感觉我真的要崩溃了 六身无助了 像一个无情的记性 没有我都没有生活了 就是晚上自己就下了个面条 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 好好珍惜我了 知道我重要性了吧 知道了 昨天吃了沸点 沸点的味道还是那个样子的味道 一点都没有变 但是这个东西你说它多好吃呢 我觉得就是吃的回忆吧 我不在都没人跟你说说行李了吧 我都在什么东西啊 像傻瓜一样吧 去逛了一下街 我是有多久没有跟大家分享过Sephora号了 Jet lag mask 就是要适合现在的我 准备涂薄薄一层 准备去买个咖啡喝 然后在这边溜达溜达 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前面雾超级大的 然后现在雨下的也必须是要撑伞的程度 刚才本来想倔强的时候不打伞走一走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块盖瑞地来试一下 我能给我推荐了这个牌子的粉底 Jet laga的那个彩妆品 然后我买的色号C60 我又上脸之后 跟我的肤色真的还蛮贴合的 它是这种一个小罐子 就整体还蛮高级的 还是比较有流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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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水润 然后上脸之后很有光泽感 就是有点丝绸感的那种妆效 然后遮瑕力我觉得在7分左右吧 因为这次带的东西不多 买了这个品牌的一个眉笔 看它包装就是很极简 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反正就是都买这种洗头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之前被种草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包装也好漂亮 是这种淡淡的粉色 就打开之后这个质感真的是沉甸甸的 它就是那种上脸之后 像CT的那个粉饼一样 能跟一键磨皮一下 我买的是这个粉色的 然后这边更加的饱满一点 就是它这个一键磨皮效果是很自然的那种 有种白里透红很有气色的感觉 就真的是很沉甸甸 但是说句实话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就是指纹收集器 你们知道吗 我最近很喜欢粉色的三红叠加一下 这种橙色的很有元气的橙色的 我还买了他们家的一个粉底液 但是这个等后面再跟俩人来试 这里面好像也是这种淡粉色的 这个包装真的很搓我 中间字点的有点大 今天就穿这一层出门了 再跟大家凑近一点看一下我现在的妆效 今天的这个底妆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平滑很干净 它不能说是透亮的那种 但就是很丝滑很干净的那种 我还挺喜欢的 等今天出门一天看这个粉底液 它的持久度怎么样吧 反正目前来讲我是很满意的 我想想看我还买了些什么东西 跟大家反馈一下 这个面膜它是一个jet leg mask 早上起来涂了一层这个吧 当面霜了涂上之后感觉脸凉凉的 然后脸颊这边就是特别特别的软嫩 反正我觉得它就是基础的补水效果吧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功效吧 这个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一个身体乳 昨天洗完澡之后用了一下 这个我真的太喜欢了 非常好推开 如果你喜欢椰子味道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这一款 涂上去之后 立马我就觉得已经 我已经在夏威夷的那种感觉了 就你整个被窝里面全都是这种很香甜很自然 就那种椰子的味道 就特别的有幸福感 保湿力度我觉得很好 就是涂完之后身体软软嫩嫩嫩的 去年一年吧 就也没有怎么尝试新的彩妆品 就一直在用我过往的那些爱用物 最近就是感觉找到了 那一件花式用彩妆品的热性 然后我昨天还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 我最近就想买一条腰带嘛 然后昨天逛街的时候 我就在想是买那种 有一点点中古的那种链条式的呢 还是这种皮带的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一款 就把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的 后面就有点像包包的这种链条 然后前面是这样子皮带的 而且它不是特别的粗很细 我就觉得你不管是穿裙子啊 然后把它夹在腰间啊 还是说穿这种牛仔裤都很好看 超美的 而且后面它是这种粗花泥的一个链条 是紫色的 感觉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 又可以优雅 那种拖地牛仔裤很帅气的风格也OK 就把这种粗花泥的动作 真的有点厚 是要加热的 是不过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 我认为我们要打算 就像这样子一样 我刚才才能够做的 我还没想到 我准备 我会想到 但是我还是要看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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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还没想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マジ82%$%&%&00%$%&% CRAPTOP 然后裤子是我之前新买的Frankie Shop 的这一条工装裤 有几个口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物质 这两个口袋都是不一样的 我想要再穿这皮衣 因为最近真的是好冷呀 是 所以今天的穿衣风格就是Helie Bieber 上海分布的雪雪 耳钉和项链都戴上了,想试一下 我决定留这个项链 这个耳钉好像用师傅穿裙子的时候来戴 我这次不是早早订的机票吗 反正因为各种政策原因吧 我最后为了转机方便 我就没有带通运行李 我就临时买了两个这种随身箱 所以我这次一个包包都没戴 我买腰带那个大盒子成了我最近的收提包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在淘宝上随便找的一个还挺便宜的行李箱 我真的觉得它蛮方便的 我记得好像就四五百块钱吧 你看它后面这里是有一个放水杯啊 然后放咖啡的地方就不会撒 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然后这里是你等的时候看剧无聊 你可以把手机放在这里看剧 挂一下我们的随身包也会更加的稳固一点吧 中间它还有一个拉链 就是可以让它空间更大一些 然后前面这里是放电脑的 哎呦但是真的是有点难开 这里放电脑就很方便 过完简真的是自媒体人最头疼的事情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是地板在这儿了 我也理解了 这个店我一会也会来吃的 还挺辣的这个 不知道这看下什么意思 是吧 看下很清楚 可以是鲁鱼籽的米还是 就黑米吧 这太好吃了 这面包好软 我是一个汉子 介绍一下在哪里 我们现在来到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以前的处理经典 在家 然后现在吵到燕子 你感觉就是一只小鸟 Reformation Dress under national friends There's no resisting you Wow Even though it is built of lies I want it to be true So do you Whitney 你在那边的Whitney了 别省大家的时间 还是每次点心玩客人都问 那个女子的时候 Herry Eric Oh my god 这个也挺酷的 牛仔裤 面料是那种很柔软的 下面是一个大开口的喇叭 就整整好好是我的size 然后这个束线条 我感觉也蛮特别的 还有一件这种镂空的毛衣 这件也是有一点点大 但是呢 就正好有一点很大 很随性的感觉 我还挺喜欢的 这件衣服它真的上身之后太丝滑了 就是穿着都找不到袖口的那种 领口边的细节很好看 但我感觉我这类的衣服还蛮多的 所以我就不要了 然后这个是一条印花图案的长裙 这边可以把腿露出来 很喜欢它这个编织风的腰带 但是这一件我感觉它的这个棉麻的材质 不是那么那么显高级 就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日常去穿 就是太度假风 我现在是在泰国旅游了吗 你听这个歌 我们就在泰国啊 今天想吃泰餐 所以有朋友来带我吃一家 很好吃的 我还是在LAD自来泰逛 真的很泰 很泰哦 这就是泰国本泰国 这家芒果饭卖的特别快 猪脚饭不是一家店吗 猪脚饭也有芒果饭 但是这家的猪脚饭 这家的芒果饭就蛮精彩的 所以就这家的芒果饭总是买过 好 哦他们家的芒果饭是吗 yeah 就他们家还卖这种 嗨 就这小超市 对 非常地道 来你来看 来就这一块榴莲 为什么这么贵 哇 泰国吧 泰国 哎这还有这种水果耶 这个你吃过吗 就是那种泰国版的咪咪下条吗 非常好吃 你买它 买 这个辣吗 我吃过鱼的我不吃 手里拿着鱼米蝦条 我吃过鱼的我不吃 对是 那你吃虾片吗 炸的那种 是 所以我不吃海鲜 但我吃虾片 还有虾条 但是没什么虾味了 我们点了这个加椰奶的冬鱼公汤 然后还有一个 这猪脚饭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俩够了够了 我上次吃完一整份 你吃一下带这个鱼的 然后在这那个下面的这个 就要带酸菜 然后还有米饭 这要绝吧 很肥肥 这个鱼饭真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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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